由在地企业结合各位科技大学当委体设计系 连学基盤的日空医力质制拜仇头 感恩李殿娘的竞争 参加的对象医力大学生为主 总共来自全国56堆的对象 报名参赛 经过极客的竞争 主要是变三次十几家优秀的作品 其中军念科技大学三名学生 所创造名何座 六十档未接电话的压评 是得到这次比赛第一名 今天在后卫科技大学 就基盘板江天内 就由这场比赛 主办单位希望高雷学生 不用感恩秀赫的情形 日空医力吃过几天拜秋头 感恩韦天人的竞争 来自全国56座参赛 对五经过家来竞争 最后评算出十二行优秀的作品 那这个微电影的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 希望学生透过这个微电影的拍摄 他可以从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 去发现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恩 跟喜福的题材 然后一方面自己可以体认 一方面呢拍成一个很棒的微电影 他可以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 去散播正能量 这次是参十二行优秀作品当中 本年科技大学三名学生 創作的理由一档没接的电影 在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学生标识很意外 就没有想到会第一名 对对对 非常的感恩 就觉得很意外 没有想到会第一名 在这次的学生标识 这次創作的理念 主要是当欧妈妈卡来的电影 让她感觉很啰嗦很烦 但是对理想在外地 求学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温暖 觉得妈妈打电话来 就是一直的关心 却变成是一种啰嗦 然后很厌烦 因为在我们旁人看来 那个同学妈妈打电话给那位同学 其实都是有关心 俗意说吃过去拜秋头 打过这条警察 好好希望学生要有感恩 希望这次比赛的结果可以真的散播出去 让更多的小朋友都知道如何是懂得感恩 尤其是对父母亲也要懂得感恩 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学校 对他的教育 不要认为人家对他的教育或者照顾是应该的 这次的警察参赞的学生透过音频的制作 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 并且赞一包来把团圣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既然反忍困擦方法